在蓝色方一楼的情况下 不好对面有火舞情况下 不好出沈梦西 就这个版本的沈梦西改动之后 不出火舞依旧是能够打他的 对的 而在狼队这里 他的班位并没有像之前一样 给到一个大桥或一个孙币 而先搬了一个鲁班纳士 再去拆一手孙币下猴顿 那微博只能拿一个嘛 对的 他选择了拆掉了打野 先拿了下猴顿 那这样的话 沈梦西是狼队是可以拿的 因为火舞也搬掉了 沈梦西 看这手孙币他要不要抢啊 如果他不抢的话 沈梦西其实玩起来也挺难受的 对 这个还是要拆掉的 孙币下后蹲 这套体系的话 这个打野和游走位置 是我们在过往的几个巅峰对决里面看到的 经常看到 对 基本上在游走位和打野位置是不会变的 优化都是优化巅峰对决阵阵阵的对抗路嘛 拿狂铁了 狂铁在这个赛季的胜率可太高了 现在两边的教练都不想放掉第一局 前面一共出了五个英雄 四个是巅峰对决要出的位置 对 狂铁 孙币下吼 加一个是游戏 那么中路的位置上一个戈亚了 没错 跟大家说一下 我们总决赛的版本是没有同步正式服的版本的 所以戈亚依旧是上个版本的戈亚 对 还是季后赛的版本 没错 公孙黎 公孙黎也是之前评论期有一组数据 当时亮的就是腰刀的公孙黎的数据 公孙黎玩的这赛季算是相当好的了 没错 那这样戈亚和黄中大概率是会上到半位了 先搬了一个小名 先把小名搬掉 就看戈亚搬不搬了嘛 因为戈亚打公孙黎实在太好打了 哪怕是这个赛季实战八胜的公孙黎 腰刀的公孙黎 还是对手是非常强的戈亚 乔西 乔西 乔西的戈亚是在KPL赛场上 跟腰刀两个人是最早拿出来的 就这两支队伍的射手在这个版本大家都觉得是大赛的版本情况下 他们的游舍玩的依然非常的顶尖 对 格亚搬掉了 对的 这个公孙黎打格亚是太难打了 嗯 从堆线到团战都不是很好发挥 看最后一班 北京卫博搬什么 北京卫博士先搬掉了阿古朵 再搬掉个关羽 因为在重体狼队的上野还没有出的情况下 是有机会出关羽凯的 是有机会 他们缺一个上野的组合 项羽 项羽可以 孙并倒是不错 对 这样的话 打野可能会出一手野核了 嗯 留一手counter 嗯 就项羽他这个 这个版本出专军装比较多 出专军装的话 其实他前期是比较脆的 所以有孙并的加持 让这个英雄 他可以度过掉前期的一些身板叫脆的问题 对 但是他的对手 是狂铁 想到你狂铁也是个现霸 对的 有回复也不怕 对的 现在这版本没有什么英雄 对线打得过狂铁 嗯 最近的出场频率很高 来笑打公司里也是比较好打了 但是前中期还是 这英雄需要漫长的发育 但是一到 一旦进入到他的强势期 就有点挡不住 来笑打公司 你基本上要进入团战期了 对的 张飞 对线强度也很高 张飞加来笑 可以说是把下半图的双人组对应强度拉满了 对 而且张飞 在我的印象里是星宇特别擅长的英雄 嗯 星宇在这个赛季的张飞的胜率也是80% 实战8胜 就看狼队这一手 counterweight 给到了小胖的打野 进啊 一上来就拿进啊 评论系有聊到这个赛季 小胖玩得特别好的一个 胜率特别高的一个野和 进 对 但这同时也是暖阳最擅长的英雄啊 今天一上来 就在对手位拿到了这个英雄 而暖阳今天第一局比赛就拿到了一个坦克野啊 这看到了暖阳在整个季后赛的变化 对 其实两支队伍都擅长打野和 但是趋于版本的原因嘛 嗯 所以他们都开始去练这首弹野了 暖阳比小胖他多玩了下后蹲 这个打野 对 他的熟练度 目前在赛场上展示的是要比小胖这里要高一些的 没错 暖阳一共用了五把下后蹲 加上这一把的话一共是第六把了 嗯 而小胖的话这个赛季在下后蹲的使用上一共只有两次 所以今天的总决赛啊 我们还是要期待一下双方在打野位置上 英雄持的一个深度 以及维度 因为这个版本想要打凌风局啊 嗯 是很难的 对 非常难 基本上都会进入到一个团战 其实在双方团战水瓶相持平的情况下 是很容易打到20分钟风暴龙王的 嗯 迷光破解者 这也是我们本赛季KPL的沈梦系的皮肤 今天他也是给我们上演了一段炸烈的开场 对 这个开场 这在KPL的过去的十三季的历史当中 那都是相当炸烈的 直接给我们现场给入侵了啊 对 两位教练 林教练和花楼教练 今天终会有一个人拿到属于自己的第一罐 对 虽然说两支队伍 他们身上都有很多的荣誉了 但是作为两支教练来说 他们今天势必要向银龙杯发起冲击 这个冠军 他们可能不需要太多的证明自己的能力 但是他们需要这个冠军 对的 教练也有一个梦想 对 他们需要多的这个冠军 来吧 让我们一起期待一下双方的第一局的比赛 蓝色旺 北京卫博 一上来是给暖阳选择到了坦克野 配合狂铁 下路双人组的话 做得也是非常强劲的 而崇利狼队在PP上是做出了拆解 选出了要到非常强势的公孙黎 80%的胜率的公孙黎 以及小胖一上来 就选择了野和 上线非常高的劲啊 对 配合弗莱的项羽来进行对抗 究竟双方谁能够率先拿到第一局的胜利 这对于BO7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对 两边都不想放这一把 因为阵容选择都特别强 都是很拿手的英雄 一个是七冠王 崇敬狼队冲击第八冠 一个是 时隔了一千天之后的北京微博 能不能在这里再次捧起 属于他们的第三座冠军奖杯 让我们拭目以待 进入双方的第一局 我是瓶子 我是肖子 我是卡特 先来看一下双方前期的一个布局啊 在分信上是没有什么变化的 对的 但莱西奥其实在一对一的情况下 打龚孙黎一级好打吗 还可以 一对一还可以 一对一还不错 因为龚孙黎的对线其实也很弱 是这个 他也是经历过几个版本的更新了 龚孙黎 最强盛那个版本已经过去了 其实两边阵容前中期的方向是相反的 微薄的阵容更偏向打中上野 下落直接对拼开启狂暴 对A 小西也站着A 但似乎有点A不过呀 有狂暴啊 对这个狂暴的二级能打得太多目标了 第一波对拼腰刀已经拿到了优势 是的 那下落这个线权就非常稳了 嗯 而且还吃到了凡凡的一颗雷啊 这状态直接下去了 是不想让他过来吃血包吗 让你再压一下 这一颗雷被张飞给挡住了 感觉有点不太小心了 站在冰堆里和狂暴公孙黎在换血 对 没换过 应该拉扯一下的 其实来下落射程是比公孙黎更远的 嗯 就他开狂暴的时候先B一下 对 那这样一来就导致了狼队 他首先中线 线权是没什么问题的 下落如果能拿到线权 那他就可以频繁地利用这三个点破团 去做一些事情了 没错 这也是我们一直在强调的 妖刀的个人能力强嘛 他在几乎每一场比赛的对局里面 他都能够把自己的英雄对线强势 给他发挥出来 而公孙黎的对线强势 就是二技能打多兵开狂暴的时候 没错 看一下暖阳 夏侯敦的第一视角 虚空狩猎宿命 还没有带调和 700多血 20攻速 而且微博的这个阵容 发业录是不太好和狼队去对抗的 嗯 那上落没限权 这波过来 子墨二技能拍一下 但这时候暖阳也跟我来个大招 没有锁到人 但这一波小胖也打不了了 技能第一波已经全部交完了 点到为止啊 打得很小心啊 我们看一下双方 其实一上来这个总决赛的心率啊 狼队的是比较平均的 嗯 但心语一上来 就把心率标到了147 心语跟子墨呀 啊 我们在季后赛反复强调过啊 人类的近期心率正常也就60到100 嗯 而在传统体育的对抗上 如果你上到了150的心率 每分钟心跳四处的话 那就等于是高强 中高强度对抗了 就相当亢奋了 对 像凯特这种能够标到180的 你就是属于高强度对抗了 我想看一下今天这场比赛之后 啊 决赛的心率 还有他们季后赛的心率 会不会有一个不一样的变化 是的 看小胖上路干客一波 心率直接起来了 是的 要操作一波 啊 狼队这个阵容上半球 还是不太好对抗的 更多的要往发业路这边打 因为中路有限权的话 是很好去往发业路转线的 没错 对抗路是一个狂铁 也不太好去和他去进行换血 目前狼队是这么做的 沈梦西他没有往上路跑 抢完中线就来下路看一下 提供一些河道视野 啊 三分钟的时间 项羽只要动都是往下动 对 对的 因为上路是一个狂铁家夏侯顿 这两兄弟就是 不好打啊 你越打他血越多 哈哈哈 站着和你打 是的 中路河道之灵的争夺 被重庆狼队拿到了 然后狼队现在就在利用 自己野核的优势 他的机动性 包括刷野速率 这方面会比夏侯顿要快一些 对 在这方面拉开经济差 双方的第一波对抗 应该是会在 四分钟的那条小龙 暴君 暴君的争夺 是四个版本比较多的啊 大家都是会把目光放在伤害家城上 那什么东西过来 先给一个雷炸到了 小夕 起到了效果 而心愈的状态已经被打下去了 这个塔后的血包 当飞运了 看上路 这波镜蹲到了他不敢动 完全不敢动手 这是八个大哥 他动手可能亏的是自己 他有两个能量 强化盾呢 他放大的话 动手了 上去打一波 换位 上去 有兵线拍一下 但是不能出镜 出镜的话就很亏 发卷的位置再赶过来 上路还有一个兵 这个兵线没被卡掉 血量没有计算好 但是红区很难受啊 被蹲了 完全不敢进野区啊 因为狂铁和你 互换完一套技能后 他会很快地恢复状态 那进的大招CD还没有好 没错 狂铁基本上是不死不回家 尤其是对抗路 现在在蓝色方多个吃甲 是的 还有核桃之灵 让他攒能量啊 回血啊 都会非常舒服 那下路这个对线目前的话 虽然说狼队这里压一头 但你看乔西 他其实经济并不差的 因为张飞也知道 这把狼队会一直打乔西的 一直打发彩路 一直在连体 帮他抗压的 没错 第一条暴君已经刷新了 微博先动啊 五个人都在 而小胖没有惩戒 不来是没有来的 所以第一条龙被北京微博拿到 还开了一波团啊 但是这波进来了 主动动手 蓝色二级的上天 再来个大招 空溃去 但这波狂点过来拍了一下气 小胖在最后的一点血 换位过去之后 看上来够不够 一技能翻滚出去 一个闪现阶级技能 紫墨拿到了一血 收下了小胖 但沈梦兴也在后边收掉 张飞自己的位置 是的 自己能走毛被拉了一下 再被黏住人头 被花卷收下 打了一波一划二 而上路的flash 拔掉了北京微博的上一塔 这下路是狼队人不齐 这波小胖其实是很冲动的 因为本来 如果这一波只和微博 进行拉扯的话 是很赚的 因为中上的线 已经被沈梦兴和向羽抢掉了 对 你需要拉扯掉 微博就会亏线 然后只能去处理劣势线 但刚才小胖是起杀心了 他想一击必杀 杀掉乔西的这个来笑 没错 因为张飞是先把大给放了 对的 觉得没有保护了 对 他可以利用张飞作为一个跳板 直接贴到乔西 可惜乔西当时有大招 加上一个闪现拉开了 对 看一下四位 全部看好重新狼队 刚才这一波如果拉扯掉的话 重新狼队是一个大节奏领先 因为列线处理完之后 那个微博的下塔 就可能就直接告破了 上路如果不来有传送的话 还可以打一波五打二 张飞没大嘛 对的 来 回看一下这一波 就是因为张飞大招吼出去了 才导致了 拍下中上的两路献拳 就被抢掉了 他是想着跟腰刀一起打个集火 对 但腰刀刚刚那一波 好像是摸不到蓝销 包括沈默西 其实也是冲着乔西去的 对 那沈默西想要过来之后 这里乔西的二技能 跑了 跳走了 这和狼队常规赛和技术赛打的其实不太一样的 他如果是常规赛和技术赛他会在那个红区拉扯 卡那个卫博的选手去回到中上 再看这波 发觉空了两个 是的 看后续上够不够啊 弗赛在这里啊 直接回头反顶 大招没有 打出来呢 自己先行阵亡 能让再拍一下 换三走掉 二枕再加一个护盾 所以没有炸到他 击杀掉了弗赛 但是这波微博虽然打转了一个人 刚才整体状态都是不好的 狼队可以继续打进攻 但是这波上路的兵线 这波是可以带过去的 那就是一个换场了呀 对的 上路没人管 下路的话 微博这里也没人管 续来无际 花安塔就是下波也趋得争夺了 看项羽 孤军深入啊 过来看一看 他也知道刚刚北京微博那部团打完之后没状态 对的 KPL都被他破解了 他来这里装一下 是的 看一下 没办法打的 只能把他赶走 把小胖赶走 因为你近年要反这个buff你要交技能 你交技能可能就富豪跑了 对 风险很大的 而且黄铁还带了一波优势线是过来的 目前 微博这个人头是领先的 对 在经济上没有差太多啊 微博是很舒服的这个节奏 嗯 因为他们核心都在发育 莱西奥是越打越强 越打越舒服的 对 但狼队这里更多的应该是打前面凯特所聊的那种转线推塔打拉扯 因为你有生病你有沈梦西 嗯 对 那时候狼队最熟悉的节奏 但这一场前中期没有发挥出来 中路过来抢这波线 狼队在塔下 林薇博把中路的这波线拿完 上路的线也是一个小裂线啊 下路也是一个过河道的线 狼队得理一下双边 现在中路的对抗是对抗不过的 因为张飞和夏侯顿在中路的强度现在特别高 对 而且他们这套阵容是既能打先手能打反手 对的 就是一心具备的正反手能力 而张飞的话 他的反手强度也特别高 来看这条龙张飞有逞的 过来还是被小胖给拿到了 稳定拿下 目前这个局面其实对于微博的射手位是非常舒服的 两边不打了 嗯 就各自CV在发育 待会等乔西这个来校成型的时候 其实狼队就要花很多的资源 人力去团战第一时间集火掉来校 对 那看看这条暴君了 今天的第一局比赛的第一条暴君是被北京微博给拿到了 看第二条暴君 而狼队的话是拿了一条小主宰 而这一波上去直接锁到公司里面推散走掉 被外面出去框住的是fly啊 但如果进来这个位置开启了进销地场换位 保了一下把位置给拦截住了 哦 短阳这大招出手相当果断啊 对 有的时候公司里用一技能上来就是为了骗出下后盾的大招 但他锁到了消耗到了要到公司里的状态 导致了这波团狼队没办法接 嗯 现在看来狼队的伤害还是不是很够的 但是狼队有一个终极大招 中后期去蹲边 对 边录出节奏 狼群战术 就是突然之间拳头视野消失 当你在看过他的时候就是五个人 是的 他会藏视野 打出其不意 现在视野里面就已经几乎没有人了 这个就要看最后期阿里的装备如果起得很快的话 去边路对黄铁进行一个压制会比较有好的效果 嗯跟进两个人的伤害是刚好够的 对了 狼队想蹲一波 但是这是微博的双前排啊 对刚刚开的已经说过了 这两个前排太硬了 不好下血量 完全挤不过 他现在十分钟了狼队有优势线 哎这个拍 两边都是不管叶石线准备这条龙的争夺 嗯 因为十分钟已经刷新了 暗影暴君暗影主宰全部升级 这波就是打破平衡的一波团战了 夏吴敦的血量被吓得有点低 他被动出发了要去吸点血要吸满了 顺势开这条暗影暴君 嗯 而弗莱的状态特别不好 本来这波就剩下3000血了 但是要退一下 张飞直接动手了 外面就去框一下 框到了沈梦希和孙兵两个萃皮啊 直接冲上去想先秒一个 孙兵二级能先看了一下 奶了一口 但是这波攻速力上去更输出 想去点 这波让一个衣衫点上去带来一个霸卦 直接先收下了狂蹄 狂蹄也保驾啊 这波幻球队闪现还是没有办法 被动并没办法保下他 弗莱牺牲了自己 换掉了单人 非常果断的反打 一波团战帮助狼队奠定了优势 这波弗莱的一闪顶 他就没想着活着回去 这波看反打特别漂亮 因为他那个一技能是卡到最后的 那个控制快要结束的时候 才闪出去的 对 给子墨一个假象 就是我只用一技能不用闪现 被骗到了 那这波的起因是花卷 他其实开到了一个核心人物沈梦希 但问题是沈梦希 现在在那个角落里边 微博其他输出会跟输出的话 会交出自己的一些保命技能 没错 导致了他们在想要 第一时间没秒掉 想撤的时候被丢了 而且关键是 翻翻他一个二技能 帮助项羽 抬了大概三分之一的状态 对 保住了自己的C位 现在微博其实在场上要发现 不能让张飞去开先手了 因为张飞这波是先手吼大招 就算是吼到了 队友都不好接 这阵容就要 慢慢打 能框到就打 然后张飞留个大招 防止对面反打 对 你这种哪怕你让狂铁下火灯 安排一个过去 是的 对吧 都比张飞去吼这个大招会好一点 张飞控制不太稳定 主要是没有一个切入点 可以和张飞配合 狂铁那个不太好 和张飞配合 是的 除非说紫墨真的是一个 特别好的绕后卫 又是满能量 对 但那种场面的话 应该都是外塔掉的差不多了 然后达成孙命 没有二技能的那个情况 是的 还是很难的 主要是中路的一塔 狼队一直保得很好 那现在狼队拿了这个暗影暴君 伤害增加了 一速也增加了 转线会更快 他们的压制力会更强 主要是现在就完全发挥住 孙并这个英雄的能力了 就是你在中路 不需要抢中线的情况下 对 就是我没有必要 去给你的装肩牌去挤中 因为你没有中意他了 对 所以他可以把孙并的这个灵活性 给他发挥出来 现在张飞 夏侯敦 狂铁 就全是肉 他没有一个线索的能力 比较差 然后机动性也很差 孙并就到孙并的回合了 孙并开始玩弄了 对 而且你现在这个阵容 你想要把孙并的阵容留下来的话 就只能靠一心 对 他在异星选出来 也是为了抢中一下孙并 对 但是孙并跟异星就是互相抢中 互相抢中 主宰也是被狼队拿下 他们开始滚进一叉了 现在只要孙并留好二技能 就算异星荒到人都不怕 因为沈梦西 项羽 还有静会第一时间去拆火 没错 我感觉 这个又被弗莱抢了 弗莱这个霸王展 拿了对手一个核心射手位的红buff 对 乔西这个红还是很重要的 方便粘人 消耗前排 对 这红buff拿到有真伤 对 加伤害的 对 本来以为项羽只是来看个视野 没想到 来回看一下这一波团 张飞是先吼了一下 吼到了孙并 然后异星外面出去才能够框到孙并 加上沈梦西 但这一波只有夏侯顿能够跟上去 然后莱西要过去跟了一炮 但这一炮是被分担了 紧接着最关键的一波镜头来了 对 弗莱的反打 如果异星框到两个人的时候 张飞还有个大招 这波团战的画面就完全不一样了 对 但也没有一种可能性 如果张飞没有奔到孙并的话 这个大可能也不好框住人 他能留住什么心 就等异星框到 总会有机会 哎 等一下 乔西这波 腰刀给退化掉 直接打掉了 飞胶伞 几乎满血的腰刀啊 上去把乔西满血的来笑给击杀 将大哥倒了 上路的高地也没法守 再想要一波嘛 还有一个半血大龙斌 张飞直接喷大刀 喷到了一个孙并跟项羽 直接跑着龙斌再往前挤 拉扯一下 刷了一波兵线出来 上去一技能先顶 顶到了一个参加张飞 他没输出啊 他没输出啊 下路的大招退到了水晶的后方 在转中进去动手 张飞一波开起来 主某一点扛不住 卡飞的仓球也没办法 继续飞一波 空中旅上去 点起来接个二技能 以四血的星宇 回到泉水当中 在中路的高地 已经被破掉了 顾虑再给个推 推了暖羊 把夏侯队推到了队友身边 将其击杀 中路后面还有一波 想要狼队选择了撤退 因为乔西已经复活了 是的 非常的稳健 先把兵线轻了 是的 竟又来了 又是一个大招 上去飞一手 上路是有兵线的 要去制动手 一波又把潮汐给秒了 要直接点水晶 一波破掉水晶 我们恭喜重庆老队